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 乾隆鬼丑春夏间 京中多亿 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 以无有可法治之亿不甚燕 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他说乾隆鬼丑年 这年就是五十八年 京城爆发了一场很大的瘟疫 这场瘟疫死亡的人数特别多 那么他说用张景岳的方法去治疗 没什么效果 很多人都死了 那么以无有可的方法去治 也没效 这个效果也不好 也死了很多人 那么这个时候 京城的医生就有点乱了 怎么回事呢 因为找不到方法来去治疗场瘟疫 没法扑灭他 那么大家都很困惑 怎么办呢 很着急 这个时候 大家知道吴菊通已经学医学了十七年了 看了十七年的医术了 这时候很多朋友就来找他来 就跟他说 说这菊通啊 说你这学医没少年头了 对吧 整整学十七年了 该出手了 这么多人死去 你看这瘟疫来势凶猛 你该出手了 吴菊通的人特别谨慎 他就很谦虚 我能行吗 我行吗 人家说你干嘛不行啊 你学医都学了十七年了 这十七年 你说你看了多少书啊 人家那边学两个月的人都开始上手了 你还这么慢性子 能行吗 就劝他 那么吴菊通 他这个人非常谨慎 为什么呢 他对人命看得特别重 所以他就 能行吗 到底能行吗 实际我想他 虽然他谦虚 但是他心里一定在琢磨这个病怎么治 他一定在想 因为以他这种人的性格 不会坐视不理的 他一定在家里想 该怎么治呢 天天在想 但是 真是不敢轻易出手 这个时候朋友们都急了 都来找他来说 哎呦 这个吴兄 你该出手就出手吧 哪有这么干的 你学了十七年还不出手 这个时候该是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了 快出手吧 于是吴菊通 在朋友们的催促下 就出手了 文献记载是 诸有强起唐制止 因为吴菊通 他叫吴唐 所以强起唐 就是大家强迫唐 大家拉着唐 说来 你给治疗吧 于是吴菊通就出手了 这一出手可不得了 怎么回事 原来吴菊通 他这十七年书真没有白读 他一出手 马上就显示出了他的高超的医术 那么治疗的效果非常的好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吴菊通医案这本书里边 留下了很多例 吴菊通治疗这次瘟疫的医案 其中有一个医案是这样的 他说 有一个妇女 这个妇女 怀孕七个月了 二十七岁的人 怀孕七个月了 这个时候肚子已经很大了 但是非常不巧 患上了瘟疫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来治疗 有的医生说 这瘟疫我能散寒 是不是寒邪来到提表了 于是用了温热的药给他散寒 没有效果 病越来越重 然后后边又请了医生 医生来了一想 前边的医生散寒没有作用 一定方向错了 我们这回来给清热 于是就开了清热的药 开的是什么呢 开的是龙胆草和芦荟等药 这些药要干嘛的 是清肝胆之热的 但是用了 居然也没有效果 这个时候的病就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最后没办法 大家就介绍医生 有人就说了 说我们认识这位叫吴局通 这人不得了 说怎么不得了呢 这人读医书 读了十七年 你想过去 真的要能读十七年医书的人 真是很少见 一般读了几个月就该去给人看病去了 读了十七年医书 大家一想 这个人感觉不通寻常 能读十七年医书的人 了不得请来 把吴局通就给请来了 当时这是七月初一时候的事 北京城天还很热 路上扬起灰尘 吴局通在这里边穿过 来到患者的家 到他家一看怎么样 患者病果然很重 什么情形呢 不过这位啊 说挺着大肚子 衣在床上 非常烦躁 但是又很虚弱 然后呢 吴局通让他伸出舌头来 说看看舌头吧 这位妇女的舌头一伸出来 吴局通一看 哎呦 这个舌头太典型了 怎么回事啊 因为清代的瘟病学家 特别重视舌头 他们认为舌疹呢 能够很清晰的辨别出瘟病来 所以清代瘟病学家呢 一般把舌疹和热相 温热病的热相结合在一起 那么通过看舌头 这些瘟病学家就能够知道 这个人体内热到什么程度 那吴局通看这人舌头什么样啊 一伸出来 舌苔是正黄色的 一般人的舌苔应该什么样啊 一般应该是薄白胎 对吧 舌质应该是淡红色的 这胎应该是薄薄的 白色的 不应该是黄色的 为什么是黄色呢 有了黄色以后 说明体内有热 这是一个热相的标志 如果由黄变成焦黄 再变成黑 说明这热正在不断的增加 如果这个黑的退去 然后又黄的退去 那么说明这热被清掉了 所以温定学家特别重视这个舌疹 吴局通一看这舌头就知道 这个人体内热很厉害 然后这舌头还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烂去半边 就是这个黄胎烂去半边 半边没有 一般舌苔如果是出现一半有一半没有的时候 说明这个病还真是有点复杂 那么吴局通看完这以后 知道这个人体内是有热的 太热了 然后又给诊脉 这一诊脉证明了 它确实是个热症 吴局通说的 说热到什么程度的 是气血两番之症 什么意思 就气氛和血氛都已经热起来了 那么这个病实际是严重一些了 那么这位女士 还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还有一个可怕的症状 什么样 因为这体内热太大了 然后身体里边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位眼睛往外突出 如蚕豆打 就突出来了 这个是很恐怖的 一般人看到了估计不敢给治的 就不知道什么情形 那么大家很奇怪 吴局通竟然认为这个人患的是一个热症 对吧 为什么前面医生用的龙胆草和芦荟不起作用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药的指向性不明确 没有击中药害 龙胆草和芦荟是轻肝胆之热的 但是此时这个人的热已经不仅仅是肝胆有热了 已经弥漫山胶 充斥了气氛和血氛 已经非常热了 这个时候用这两个药实际上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但是整体问题解决不了 而且这两个药过于苦寒了 因为中医看病很讲究 所以你这个热进来以后 我们用的药要往外清透 那么往往有的时候 带点心凉的解表的往往会好 可是他这个过于苦寒以后会怎么样 反而不容易解掉 这个是中医里边的一种说法 那么这个时候吴局通怎么办呢 吴局通马上开出了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叫什么呢 这个方子叫玉女间 这个方子是哪来的呢 这是明代的一个著名的中医 叫张景月开的 张景月这个人 在明代的时候非常了不起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少年时期学了好多的学问 就在北京城 是少型人 后来写了景月全书 这种中医百科全书式的一本著作 那么张景月这个人 在这个景月全书里边开出了好多方子 这个玉女间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吴局通把这个玉女间稍微给改了一下 就用在了这个患者身上 这里边要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的要是一味叫生石膏 然后又配上了织母等等 然后吴局通在这里边给稍微做了些调整 原来张景月的玉女间里边有熟地 熟地是滋补圣经的 对吧 吴局通认为熟地特别致腻 不好用这个 就给改了 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叫细生地的这么一味药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细生地这味药 其实我们现在中医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但是吴局通特别喜欢用 你看吴局通的书里边 他用各种各样的生地 在不同的情况下 他会变化多端的使用 比如说吴局通会用先生地 先生地是干嘛的呢 先生地有凉血作用 但是它更有透热的作用 在换外感的时候 他能把热向外透 然后吴局通还会用大生地 大生地是干嘛的呢 大生地没有往外透热作用 只能凉血 那么吴局通认为这个细生地 这个细生地比那个大生地小 细生地有什么作用 他一边能够凉血 一边能够往外透发这个热 所以他说两者兼有 这两者的功能兼有 所以吴局通在不同的情况下 会用不同的生地的制品 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已经基本上丢失了 我讲的只是中医的文化 现在我们商药店区几乎买不到先生地 买不到细生地 一般就是生地 是一级味药了 那么其实这是中医里边一个传统 我觉得这些传统我们应该去研究 日后恢复了 有可能对我们患者有好处 吴局通对这些用的就特别惊道 在这个方子里边 他认为熟地致溺 于是他就给换上了细生地 又把原方的牛膝给去掉了 因为牛膝要性往下走 他说不应该往下走 应该让他透发出来 于是把牛膝去掉 这么稍微一调整 这个方子就很精彩了 大家记住了 吴局通所用的玉女间 和张景岳用的玉女间 不是一回事 大家要知道 那么这个方子开上去以后怎么样 只用了一副的时候 这位妇女就觉得安静下来了 不再烦躁了 原来她的胎中 府中的胎儿已经开始躁动了 已经开始胎动了 觉得有问题了 有可能都会流产 那么用了这一药一副以后 府中的胎儿也安静下来了 然后吴局通就接着开了四副 那么用到第五天的时候 这位妇女的身体就开始恢复了 可是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个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 说这位妇女的舌胎 我们发现她由黄色变成了黑色 大家一定会想这个病是坏了 不是的 实际当她的热从体内往外透发的时候 那么舌胎反而慢慢变得严重 由黄变黑 那么再往外清 当这个黑色退掉 然后又恢复到黄色的时候 再恢复到白色 说明这热血被清掉了 所以这是温病学家的一个思路 就是这个邪气要往外透 那么随着邪气往外透发 那么舌胎会显示出更加热的症状 然后慢慢再被清掉 那么吴俊通这个时候 发现了一个妇女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就好多天没有大便了 那么尿也非常少 仅仅仅数低而已 而且疼痛 吴俊通这个时候想 不行 这个时候 她是还有扬名腐蚀之症 就大便造结在里边 那么这个阻碍了热血的进一步往外清透 怎么办呢 要把它给排泄出去 于是吴俊通就用了泄法 那么大家一定会问 妇女在怀孕的时候能用泄法吗 因为我之前讲过 对吧 如果妇女怀孕了 有些方法是不能用的 尤其这个泄法 因为它是往下走的 容易引起着胎儿的不安 甚至会导致流产 那么吴俊通是这么想的 因为皇帝内经里有句话 叫有故无云亦无云也 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当真正的病邪 会威胁到胎儿安全的时候 你使用下法没有问题 使用下法以后 这胎儿反而容易被保住 这就我打个比方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一个歹徒劫持了一个人质 那么如果你一味的等待 有可能这个人质会出现危险 如果你枪法足够准的话 你一枪能够击中这个歹徒的话 你就能保住这个人质的安全 那么这个时候 要求这医者 要有非常高的技术 就像这个警察 要足够高的枪法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吴俊通啊 因为他的学问很高 所以他呢 就非常谨慎的使用了下法 只用了一剂药 那么一剂药下去以后 马上大变通了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人开始改变了 怎么改变呢 原来突出的眼睛 回去了 然后身上开始凉下来了 原来是出发热的 身上凉下来了 然后脉搏也安静了 这个时候 吴俊通又给开了一个方 开了张仲景的覆麦汤 这个覆麦汤干嘛的呢 是补气补阴的 我们实际上这个覆麦汤 又叫制甘草汤 是专门治疗我们这个心脏啊 气阴两虚导致的心动剂 脉结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吴俊通很谨慎 他把这里边热的药给去掉了 把这个肉 把这个桂枝啊 什么给去掉了 然后呢 他要求留他的什么 留他的这个养婴的功能 加一点点补气的功能 那么这个方式用了以后 哎 孕妇身体进一步好转 然后吴俊通又开始改变 又在里边加了点什么 这个这个龟板呢 憋甲什么这些药 加了以后呢 哎 这个患者身体慢慢慢慢就恢复了 等到逐月的时候 这个妇女生产出来一位健康的婴儿 那么我估计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 一定他妈妈会跟他讲 在怀他的时候 如何遭遇了一场瘟疫的 如何有一个叫吴俊通的医生 把他给治疗过来了 那么大家看 吴俊通在治疗这个妇女的时候 他用的方法非常的多 而且呢 他用的非常的精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的书实在太多了 他学习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他用的比较好 那么我们总结他这次治病的这个过程 我们觉得吴俊通呢 表现的还是很好的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有一个吴俊通 北京城就安全了 不是的 实际吴俊通在这次瘟疫里边 治好的患者呢 只有几十人 根据文献记载是 性存活数十人 那么其实一个名医啊 他能够把身边的人治好就不错了 因为古代的时候呢 这个并没有一个好的医疗制度 好的治疗方法并不能推广开来 所以吴俊通只是把他身边的人治好了而已 但是吴俊通这初出茅庐的第一仗 打得非常漂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啊 吴俊通验证了自己的实力 因为学了十七年 到底有没有效 这个学的到底好不好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这一瘟疫来了以后 给他机会了 他这仗一打 结果就跟诸葛亮似的 这诸葛亮满腹精伦 但是打仗行不行 谁都怀疑 对吧 可是出来出出茅庐 打了第一仗以后 这一下关羽啊张飞都佩服他了 为什么 人家果然是手段高明 吴俊通这次也是 打完这一仗以后 哎呀大家都很佩服他 你看吴俊通治得真好 怎么好呢 当时有学者评价他 这么说的 今于其正中之有正者 先生者法中之有法 真乃运用之妙 存乎以心 什么意思啊 或者说这吴俊通治病啊 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别人治瘟疫的时候都这样 就发明一个方子 这方子对付所有的瘟疫患者 比如说李东元治疗瘟疫的时候 发明什么 普济消毒银子 发明这个以后呢 一个方能治很多人 这吴俊通不是 吴俊通怎么治啊 他这个随弯就弯 就是你的病怎么变化 他法中有法 你一变我马上就变 然后你再变我马上要跟上去 他这么治病 他这种治病比较累 但是效果很好 你看刚才给这位妇女士 他用了好多种方法 变化的很快 那么随着患者的症状变化 他变化 然后治疗效果很好 只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就把瘟疫给扑灭了 那么吴俊通在这次扑灭瘟疫的过程中 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他也有点问题 我们仔细研究会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吴俊通用的药 往往都是成药 这是很奇怪的 就是正常我们古代医生应该开的都是自己的方子 吴俊通用的全都是前人的方子 这是怎么回事 这我也看了 我看吴俊通的遗案 我拿来看 治瘟疫的时候 每一个方子全是前人的方子 一会张领月的 一会张重领的等等 全是前人的方子 为什么是这样的 吴俊通看了17年的一书 初出茅庐 刚开始治病 瘟疫扑来以后 他就开始出去治 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 他所创立的方子 还没有完全出来 没有完全形成 他怎么样 他就拿成方来去抵挡 虽然他知道很多 但是用的都是成方 这就好比是练武术的人 练的水平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他学的都是一套一套的 所以打的时候 这招该用螳螂拳 他用螳螂拳 这个该用少林 用少林 等到真正他形成自己的风格了 创立了弥中拳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把各个方法融汇到自己身体里边了 这个时候他就没有什么法了 他碰到什么 他随意的打 但是这个时候是真正进入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了 吴菊通在日后的时间里边慢慢的开始进步 所以后来他创立的方子特别的多 但是这一时期 他用的方子还都是古人的成方 他只不过是知道的成方太多了 所以他用起来也非常的灵活 足以独当一面了 那么吴菊通经过这场战役以后 名声马上传播了出去 很多人开始找他看病 那么我给大家再举个例子 这个时候吴菊通看病 已经开始出神入化了 有的时候有点引人入胜的感觉 我给大家讲一讲 有这样一位先生 姓陈 这位陈先生32岁 患了什么病呢 水肿 那么大家就把吴菊通请来 大家都推荐 说这吴菊通看病好 因为这次瘟疫 你看吴菊通治的人还都活了 于是把吴菊通请来了 吴菊通就来到他们家 当时是2月份的时候的事 2月初四的时候 北京城2月份还天比较冷 吴菊通我相信他一定是裹着棉袍 来到人家的 到人家一看 这位果然病得很重 重到什么程度呢 说躺在床上 起不来 全身腹肿 肚子长得特别大 那么这个时候 一看很吓人 说这怎么治 这肚子这么大了 胀的都 里边的水很多了 今天我们看 有可能是一种肾病 或者是肝硬化腹水等等 反正是水肿 我们医院里没有记载 到底是什么病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肚子上 吴菊通再一看 满肚子 指满腹青筋 抱起如虫纹 肚子胀得很大 上边有好多青纹 青筋胀起 像虫子的纹一样 一丝一丝的 看上去非常可怕 当时很多医生都看过了 看了以后不敢治 说这个 太重了 下不了手 那么就把吴菊通请来了 吴菊通来一看 一诊断 他说这是脾羊衰败 什么是脾羊衰败 就是脾 中医说脾是属土的 它是铜水的 当脾气不足 尤其脾羊衰败的时候 无力控制水尸 那么水尸在体内就会停留 就会出现这种病症 那么怎么治 这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用什么药 到底怎么开方子 吴菊通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于是他思考再三 就出了一个方子 什么方子 这是孙思廟 在千斤药方里 曾经提过的一个方法 是什么 叫鲤鱼汤 这是个食疗的方子 这个鲤鱼汤 怎么回事 就用鲤鱼熬汤 来给人喝去消水肿 为什么 因为中医认为 鲤鱼有补脾 沥水的作用 那么吴菊通就跟这家人说 你们现在去买一条大鲤鱼来 买一条大鲤鱼 然后买回来以后 我告诉你们怎么收拾 这家人赶快出去买了鲤鱼回来 买回来以后 吴菊通告诉 说这个鲤鱼 你不要把内脏去掉 鱼鳞也别刮掉 扔锅里边 然后怎么办 往里边添 葱一斤 浆一斤 然后再往里兑一斤醋 这个醋兑定以后 然后熬 我估计这个汤一定是酸辣的 熬完鲤鱼汤以后怎么办 就喝鲤鱼汤 喝鲤鱼汤以后 这个人慢慢应该恢复过来 那么当时 这个人有一个特别严重的病症 什么病症 就是当时他嘴角带着血丝 然后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 耳朵已经听不见东西了 当时吴菊通来的时候 他有这个病症 那么这家人就给他喝鲤鱼汤 大家当然都很快 鲤鱼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当然不大相信 但是人家读了17年医书了 这人学问很大 看的书多 没准人家真的有什么奇妙的方法 就喝的鲤鱼汤 鲤鱼汤我估计不大好喝 我估计是 因为没加盐 对吧 就葱和姜挺辣的 然后加点醋 估计不好喝 但是这家人 因为这是吴菊通开的方子 喝吧 就喝了一晚上 结果这一晚上喝完 还真发生变化了 什么变化 眼睛开始能看见东西了 耳朵开始能听见声音了 这个人开始神清气爽起来 文献记载的 是神气清爽 但是浑身的肿脏还没消 肚子脏得是依旧 然后身上依旧水肿 这个时候怎么办 大家请 说吴菊通先生 您用这一条鲤鱼都这么神 您再给开个方子 我相信您一定能给消掉 您再出个方子 吴菊通就说 好 我就再出个方子 实际当时鲤鱼汤喝完以后 人身体开始改变的时候 这消息就传开了 以前给这位看病的医生 就都来了 好多人都来 说听说吴菊通用一条鲤鱼 把人一晚上 就给这个病情 就给缓解下来了 大家都想看看吴菊通 接下来怎么治 那么大家来了以后 就看吴菊通要开方子了 人们把纸和笔递上来 吴菊通说 这个时候 因为他邪气 肯定受过外寒 自己阳气又不足 所以导致了水肿 我应该把邪气往外散一散 那么用什么方子 把这寒气往外能往外散 又能温阳的 就用张仲景 在《伤寒杂兵论》里边 开的一个方子叫 麻黄福子甘草汤 于是他就写上了 麻黄福子甘草 这三味药一写完了 旁边有一位叫陈送走的医生就说 说这方子您别写了 为什么 这方子我用过 没效 您这跟我开的是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您别用了 您这白喝这人 吴菊通就说了 您是给他用过对吧 没效 是的 没效 吴菊通说 说这方子 您用没效 但是我用就有效 这话原话什么呢 此方在先生用 诚然不效 于用或可笑而 大家一听 旁边都是医生 都一听 说这怎么回事 同样的方子 人家用没效 您用就有效 为什么 这草药就听您的命令吗 所以当时有人就说了 岂无知之草木 独听五凶使令哉 这草木是无知的 为什么就听你话 人陈送走开了就没效 然后你开了就有效 为什么 然后吴菊通就笑了 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 是这样的 陈医生 陈送走医生 我们太熟了 经常一起出诊 他这人非常忠厚 忠厚过劲了 胆人小 所以他开放的 我太了解了 他怎么开的 他一定是麻黄 怕发汗太厉害了 他少少的开了一点 开了八分 非常少 连一钱都没到 然后就怕麻黄 发汗太厉害了 他用这符纸来监制它 符纸开了一钱 很少 才三克 然后又怕符纸 这个药力都猛了 他又开了一钱二分的什么 甘草 用来监制前面两位药 所以他的药 分量开的特别少 这么少的分量 这么重的水肿 能见效吗 你想 最重一味药 才开了一钱二分 这简直到今天 我们都不开这么分量了 然后 这么轻的分量能有效吗 没效 用一副没效 我太了解这位陈医生了 他马上就改方 对吧 马上就改方 一定他马上就开了一个 很阴柔的什么 贵府帝皇玩 给他吃 就八位帝皇玩 我们说这个是 现在叫金贵神器玩 然后这个方子 他又少少的开了一点 开了又没效 肯定这么少的药量 能有效吗 没效果 然后这病 你看这方子 他开了 一定 这个分量 一定没效 然后这时候 就有位医生 他很好心 他说是这样吗 就进礼物去了 把这位陈送走医生 之前开的方子 拿起来 拿出来一看 一对 果然如此 分量都不太差的 大家就说 吴居通 您真是太了解他了 何吴先生之神也 您太了解他了 连他开这个比例 您都知道 您太神了 我们太吃惊了 您讲怎么治 您会怎么开放 吴居通说 好 我现在把分量给您添上 那么吴居通怎么开 麻黄后边添分量 二两 福子 一两六千 甘草 一两二千 这个分量一添上 所有的医生 全都该无嘴的无嘴 该上来抢他比 您开错了 一定开错 别别别 您糊涂了 怎么回事 说麻黄有这么开的吗 他那原话上 麻黄可如是用乎 您有这么开的吗 您麻黄开二两 好家伙 我们今天都不敢这么开的 真的 我们是有规定的 麻黄怎么能有那么大的分量 您这麻黄最多 然后福子能少一点 然后治干草最少 您这什么意思 跟前面陈送走 医生是正好反过来的 为什么 吴俊通说了 说我是这个意图 我是让麻黄出头 然后福子让他一点 手中 然后治干草 再让他们一点 治干草因为它是指手中 它没有往外发散 也没有温阳的作用 那么它是手中 所以它量少一点 福子是温阳的 那么它温阳量一定要也超过治干草 但是也要让着麻黄几分 所以我开的这个比例是有讲究的 大家说这也不行 您这有讲究是有讲究 可是这量也太大了 吴俊通说的 说我量虽然开这么大 但是你们别害怕 为什么 我是这样的 我让他买了以后 一点点喝 熬好了要一点点喝 然后什么时候这个人出汗了 什么时候这事 结束就不喝了 所以未必能喝到二两 但是我告诉你们大家 就这个人的病情 有可能他喝了二两麻黄进去以后 会没有反应 为什么 病太重了 这些医生一听 吴俊通是胸有成竹 可是还是量子觉得太大了 这时候陈顺走医生就说话了 他这么说的 他说别 没事 我敢担保吴俊通方子开车对了 大家一听 这更笑话了 您还担保 您这开车分量太轻了 您都开八分的量 说您还担保吴俊通这二两的 您凭什么担保 我还真想了一下 吴俊通这人还真有点特殊的 怎么回事 前两天我们一直 我们俩一起去给一个孕妇开放的 我就开了少少的一点单规 结果吴俊通就把我批评了一通 说什么 我单规这个药气灶 我这么灶的药 妇女产后 阴血大亏 你用了这么灶的药下去后 对妇女可能会有影响 他说我只开了这么一点点单规 他就训斥我一通 您说他要没有把握能开这二两的麻黄吗 大家一听反正总觉得悬 但是您这么说了也可能有道理 那去抓药去吧 于是这家亲属就拿了这个方子到了药店去抓药 那么到药店能抓出药来吗 抓不出来 药店这伙计一看 得 这什么医生 分量写错了 这麻黄应该是二钱 他给写成二两了 这一看没错 但是不行 不给抓 您爱哪抓 这分量太重了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种方子 于是又回来禀告 这边又派人去劝 最后是吴俊通亲自去跟他们说 才把这个药抓出来 抓出来以后 熬好了 熬好了给他喝 那么怎么样 结果喝了以后 还真就没出汗 这个时候 大家都愁了 为什么 因为这么重的方子开下去 还没有汗 说明这个人的病是非常重了 那么大家都怀疑这真是一个死症 说这个是不是没法治疗了 这人是不是要死了 怎么办 吴俊通说 别 我想了办法 什么办法 他说我用张仲景的 福桂枝汤的喝粥的方法 这是什么方法 因为张仲景 他有这么一个理论 就是当你想散外邪的时候 服用桂枝汤调和盈味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你的盈味不合 中焦之气不足 怎么办 张仲景让他喝完桂枝汤以后 要让患者一定要喝一碗热粥 以助胃气 这碗热粥下去以后 脾胃得到了滋补 怎么样 那么外邪就容易散去 那么他吴俊通就想张仲景这个方法很好 我们也用这方法 怎么用 他就给这位继续服这个方子 同时让他开始喝鲤鱼汤 鲤鱼汤接着熬 熬鲤汤 给他喝完一次药 喝一碗鲤汤 喝一次药 喝一碗鲤汤 结果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 怎么回事 就发现喝一碗鲤鱼汤 这眉毛以上开始出汗了 然后再喝一碗鲤汤 上眼皮以上开始出汗了 这文献记载是汗至眉上 然后再喝一碗鲤汤 汗至上眼皮 这上眼皮以上出汗了 然后再喝一碗鲤汤 又开始汗至下眼皮 下眼皮又开始出汗了 这么一点点出汗 这天晚上喝了不少鲤汤 最后汗出到哪 汗出到一直腿上都开始出汗了 就到脚踝那没出汗 然后肚脐以上的肿 基本上开始消了 然后肚子依然还很大 那么这一天晚上 大家真是开了眼界了 为什么 大家都第一次看到 有这么出汗的 这汗从上面一点点这么出 非常艰难 那么大家又很着急 说这时候怎么办 上边的汗已经 上边的水肿已经消了 肚子在水肿怎么办 就问吴俊通 那么在中医里边是这样的 中医里边对水师在身体不同的部位 是有不同的方法来治疗的 比如水师在上面 我们可以发汗给它散出去 那么水师在下边 我们会有其他的方子 给它从下边排泄出去 比如这回吴俊通就用了个什么方子 用了个五菱散 吴俊通他说用的五菱散来治疗 五菱散是什么方子 是张仲锦开的一个方子 这个方子是卸下胶的水肿的 它是治疗下胶如果有水肿和邪气互结的时候 然后用五菱散可以把它给卸掉 那么吴俊通开了五菱散以后 开的量其实很大的 用了二两的五菱散 但是连着用了十五天 这个患者肚子的水肿就是没消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真的绝望了 觉得这个人这个病简直太难治了 我怎么办呢 吴先生您得想想办法 吴俊通就对他们说 说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这个五菱散没有见消 是因为这个方子里边 肉桂买的质量不好 五菱散我们一般里边会用桂枝 但是吴俊通他会用肉桂 那么这个桂枝有发散通行经脉的作用 这个肉桂厚重是往下走的 其实吴俊通用肉桂是非常正确的 在这个方子里到底用肉桂还是桂枝 历来中医是有经论的 当然在这个时候 吴俊通用肉桂是非常正确的 可是这个肉桂质量要不行的话 吴俊通说会影响这个药的效果 那么你们家一定要买到上好的肉桂 如果买不到的话 我相信这个人的病还真是治不好 你也不用再请我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这是最后的办法 那么这家人于是就出去到处买好的肉桂 最后买了一个什么肉桂 这叫上好的紫油安边青花桂 这种桂品质非常的高 吴俊通拿着这肉桂一看 好了 有了这个肉桂 我保证他今天晚上这个水池会下去 然后他就把这肉桂放到房子里边了 然后他告诉人怎么用 他说用了以后你们要小心点 这个人今天晚上会开始往外排小便的 这个小便一排有可能很多 你们多准备好几个盆 不要让他起来 放在床底下 让他往下排泄 然后排泄完尿 然后但是一定要准备好 这家人都不相信 你想了 用了15天都没效果 我换一块肉桂就有效果 但是吴俊通说了 就准备 大家准备了三个盆 轮班用 结果这天晚上 从半夜紫时的时候开始 他就开始小便了 结果这一小便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就不断的排便 越尿越多 越尿越多 整整的尿了三大盆出去 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 一看这个人身体变什么样了 从身上像豆腐皮一样 已经瘪下去了 因为他皮肤膨胀起来以后 再一收缩 就像豆腐皮一样 然后肚子像一个空的口袋一样 里边已经没有水了 然后吴俊通来了一看 好 这个人水池已经泄去了 怎么办 开始滋补 给他温补匹阳 那么又调整 调整了多久 调整了一百来天以后 这个人的身体就彻底的恢复了健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来找他看病的越来越多 所以吴俊通的医名 当时在北京城就开始传播开来 那么很多人找到看病 随着他临床水平的增加 吴俊通会在临床中应用很多种方法 来调理患者的病痛 那么其中有的方法 是其他医生不会用的 吴俊通在看病的时候 往往会给病人说 会给病人说病 那么这个说病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吴俊通要对患者说病呢 我们下一集再见 好 谢谢大家